好 先來看到是臺中武藝高中生的命案 這兩天是引發了家屬跟檢方之間的互槓 當然最重要的關鍵就是高中生 右手背上的四個不明針孔 到底是不是被人下毒的這個證據 那今天法務部的法醫研究所 已經把遺體的這個檢驗報告 以最極見的送到了這個臺中地檢署 可是據說的這份這個報告的內容 好像跟這個法醫高大臣之前提出來的疑點 有很大的落差嗎 學偉 今天臺中地檢署 召開第三次偵查庭 把那個賴性高中生的媽媽找來 跟他解釋說 我們現在調查的結果是怎麼樣 好 那這個整個調查結果報告 對不對 我跟你講 我今天看了這個整個調查結果報告 我覺得我不相信 為什麼 臺中地檢署 你今天如果這樣和洩掉的話 我跟你講 全民會對你的司法 那個什麼 公正性或者公信力 完全蕩然無存 為什麼 我跟你講 今天他們講了很多解釋 對不對 有很多疑點 沒有把這個案子釐清 釐清楚 反而造成更多問題 來 我們先講一下第一個問題 對不對 臺中地檢署從頭到尾告訴你說 這個案子無外力介入 無外力介入 對 那為什麼會無外力介入呢 對不對 你要告訴我 無外力介入的解釋 要什麼解釋嘛 對不對 好 那第二個疑點是怎麼樣 他告訴你說這裡面有很多疏失跟矛盾 他說他現在還是堅持說這個賴性高中生 是從高處墜落 高處墜落 地上也沒有血啊 對 然後就跟我們很多的理解不大一樣嘛 對不對 對啊 因為你的腿部這種長骨沒有骨折 對不對 而且頭顱也沒有破裂 也沒有骨折對不對 他告訴你說有 有嗎 肋骨斷了 肋骨斷了 肋骨斷了還刺倉內臟 所以是什麼 內出血死亡 那問題是內出血 肋骨斷裂的話 有可能在急救過程之中 施壓人工複輸 那個複輸數的時候 也會把肋骨給擠斷了 對 那你為什麼可以武斷的告訴人家說 那個是從高處墜落 是啊 既然從高處墜落的話 十樓 十樓欸 對 你不僅說高大層法醫質疑 連我這種跑社會新聞 跑了上百件的那個命案的話 都不大相信說這個是從十樓墜落的 是啊 那你墜落的話好 那我們講說二樓有一個 那個遮雨棚 陽台對不對 那你如果撞到那個地方 是不是要採集現場的疑點 有沒有血跡反應 那你有沒有採集 對不對 所以你就可以告訴人家武斷的說 這叫做從高處墜落 我真的沒什麼要相信 好 那現在說體內 我們講說這個五一高中生 那個手上右手背有沒有 對 有四個針孔嘛 對不對 對 我告訴你 臺東地檢署 今天的報告也告訴你說 左右手的針孔 確實是在急救的時候造成 那問題是這個家屬跟律師也提出來 他們照片的整個那個什麼 那個那個救護車 還有中國婦衣 對 中國婦衣裡面的那個急診室的照片 他沒有這些急救的 沒有施打藥劑 藥物的那個反應 時候再鎖手背 就最張最清楚 對不對 對啊 好 那你今天講說 你可能有一些空窗或死角 你沒有拍到或者是沒有照片 那問一下急救人員嘛 對 你到底打了什麼樣的藥物 打在什麼地方對不對 打了幾針 說真的 很簡單查的 對不對 那你現在告訴人家說好 那比對 我們大家不是講說 他的體內解剖有沒有 有沒有毒藥物反應 對不對 對 他告訴你說沒有毒物反應 而且他的比對樣本 竟然太少你知道嗎 他所以說不排除有其他的可能性 我們講過以前法醫研究所 大家記不記得 我之前有講過說南投那個什麼 四個人喝那個藥酒的時候 被人家加入了葡萄摧牙劑 有沒有 當初就是因為葡萄摧牙劑 大家不知道那個毒物是什麼東西 比對了八百多種毒品 那個反應有沒有樣本 比對不出來 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對不對 那時候不是一團迷霧嗎 對 後來才知道原來在裡面加了葡萄摧牙劑 那種毒品 對不對 因為那個是農藥嘛 對不對 好 加進去之後他才會這樣死 所以死的時候很詭異啊 什麼什麼腳功反張啊 或者是什麼臉帶詭異的笑容 對不對 好 那你現在可能法醫研究所裡面 他的樣本多了 變成一千多樣對不對 對 那你有沒有完全比對 而且高大層法醫一直告訴你說 這可能不是毒物的那個那個注射 這是什麼 有可能是綠化甲 或者磷酸甲之類的一些 停止心燙藥的藥物嘛 那個電解質 平衡電解質藥物嘛 那這些東西說實在話 那你要從哪邊找 對 高大層法醫也給你的一個路線啊 一個線索就是從你的針孔 這個附近皮膚去找 對 說一句比較難聽 現在找的話 就已經幾天了 五月四號到今天的一個多月 都過去了 那你如果運氣好的話 或許還可以採到什麼 甲 綠 或者磷的一些離子嘛 對不對 那個運氣不好的 他如果當初有擦拭掉呢 那不就都沒有了 對不對 所以就跟你講說 你看他今天所有的那個採驗 這個結果的話 我是覺得真的 真的是相當相當的隨便 好 那接下來你說毒物 體內沒毒物反應 那我們講說那現場在哪裡 高大層法醫 當時第二天就已經講了 你有可能說有可能被人家從高樓層 運到低樓層 沒有嗎 對 現在很清楚了 高中的時間序 五月四號的十一點零二分 發現這個賴性高中生墜樓 對不對 十一點二十分 第一個巡查者到達現場 他曾經到樓上十樓去查看 對不對 十二點 監視人員也到現場 他也到樓上去查看 到下午四點的時候 才進行採證動作 到十樓去進行採證動作 更誇張的是什麼 隔天檢察官進駐到指揮 偵辦的時候 有沒有 到了下午才到十樓現場去查過 他們喝的那個啤酒罐 對不對 這中間差了幾個小時 三十個小時 三十個小時 這三十個小時你們到底幹什麼 而且更誇張的是 這三十個小時之間 所有的命案現場竟然沒有封鎖 命案現場怎麼會沒有封鎖 你沒有進行採證嘛 對不對 所以後來是怎麼樣 包括這個下姓配偶 他的哥哥 他的爸爸 他的媽媽 還有他爸爸的女朋友 五個人三度進到這個十樓現場 他是在什麼 毀滅基證嗎 還是做了什麼處理 那你怎麼要去查 說實在話 你經過那麼晚的時間 才去第一時間 不是第一時間 才去現場進行搜證的話 你要搜什麼東西嘛 對不對 所以就跟你講說 哎 這個很多很多的問題 疑點到今天沒死 我所以一開始就告訴你 這個報告不能說服我嘛 是啊 感覺很多漏洞 我不是講過嗎 你臺東第一線署 一直告訴人家說 不要預測嘛 對 不要去什麼什麼推測嘛 對不對 那個東西會影響爭辦嘛 那你現在達出這樣的一個 這個檢驗報告 檢驗報告的話 我要怎麼聽得懂 真的很難說服大眾 今天要是沒有高大城法醫 或者正義感爆棚 家屬有一些疑議的話 這個案子沒有辦法見天日 照這個報告這樣的話 可能就這樣過去了 對 我們之前講過說 這個一九九六年這個時候 在汐止林肯大俊社區裡面發生了一起 什麼情殺案 有沒有 這個男子叫張賀玲 為了他的情婦小三 對不對 殺了他的那個十年的妻子 跟兩個女兒 你知道嗎 當初你知道嗎 他為了幹這個案子的話 就是假借密室殺人 為什麼 從頂樓攀繩下去 從窗戶進到他家之後 用乙迷把這他的老婆 跟兩個女兒把他給迷婚之後 開瓦斯 有沒有 顧不宜症 他自己從那個繩子在攀回頂樓 警方一看這個應該是密室殺人 不可能 因為那個門鎖都沒有被破壞 所以他們就覺得說 應該就是這個想不開 帶了兩個小孩 因為感情的問題 跟老公已經分居一年多了 有可能 後來是因為家屬 堅持說不可能 而且你知道這個案子裡面充滿了很多靈異 就這個這個這個女的 這個他老婆有沒有 蔡佑婷有沒有 他媽媽就一直在做夢 夢到什麼 這女兒一直來給他託夢 而且兩個孫女也跟他託夢 說他搖到要死 沒東西好吃 所以那個時候你知道嗎 那個管理室裡面三不五十 就常常有外送員送東西來 就跟管理員說你們幾號幾樓 有人點外賣 有人點外賣 後來那個管理員聽到牠說那不是命案現場嗎 早就封鎖了 怎麼會有人點外賣 而且還不止一次點了 點了好幾次你知道嗎 所以你看這是不是靈異 後來你知道嗎 辦這個案子的這個檢察官有沒有 這個林洪松有沒有 他辦到這個案子的時候 因為是交接過來 你知道嗎 他常常在辦公室坐在那邊 就聞到一個淡淡的茉莉花香 他說是不是什麼精油味道 對不對 有一天他就在找那個翻那個精油的味道 從哪裡來 到底為什麼會有這個味道 他一抽出來竟然就是什麼 這個案件 卷宗就是這個案子的卷宗 他就突然間林津一想說 為什麼會有這個香香香的味道 是不是當初是不是跟這個什麼 迷婚有關係 他下令什麼 對這個死者進行解剖 再重新相咽一遍 果然在這個死者蔡又婷 跟他兩個女兒身上有沒有 發現乙迷的那個反應 而且肚子裡面還有安眠藥反應 還有安眠藥反應 所以你看這個案子身相大白 就是你這個男的張賀玲 就是把這個老婆女兒用乙迷 迷婚之後再開瓦斯 故意製造成那個什麼 青森的案件 對不對 而且剛開始張賀玲還不同意 就是因為找到這個乙迷 跟這個這個 那個什麼安眠藥反應 對不對 一問那個張賀玲 張賀玲那時候才低頭承認事情的原委 就是他幹的 而且你知道破案那一天才好笑 連紅松早上在睡覺的時候 對不對 突然間有一個女的聲音 告訴說 簡作起床 叫簡作起床 你看 她起來 奇怪 自己一人房間也沒人 你為什麼叫她 她就打電話 突然間就問 接到那個什麼 她那個偵察隊長的電話 偵察隊長馬上就跟她講說 這個張賀玲認罪了 她坦承她整個作案的手法這樣 你看這裡面 就是因為很多的充滿了很多的那個靈異 那當然也是因為這個檢察官認真負責 重新再去驗這個死者的那個身體 進行相驗的話 這個案子才得以水落石出 不然真的太冤了 這個傅欣男還一路這個直播 給他的情婦看 他殺人過程